還是選一個坦克出來 我說二二喔 九筒欸 九筒 欸 有沒有 有像吧 我想一下喔 欸 九筒打二一定要出 要出點AP 你出全坦就是被刮塔皮刮到爽 你說出時光杖那一套是不是 欸 對對對對 要有點AP的傷害 九筒還行 最線上不難打 然後 出時光那一套後面補坦的話 也能夠就是 帶一點前排的性質 我都把他選完我個人喜歡DFM的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們這個下路線很強 可能要看一下Steel他的刷野動向 進去看個人或者是下個野應該就到此為止 應該只是進去看一下對面的野怪有沒有吃完 因為吃完就知道對方大概的位置 要月桃 這麼兇 來了嗎 暈到 進化解 進塔下 扛塔扛一下扛兩下 但手殺給到柯麗斯達 多扛 換得掉嗎 打要想復活 但恩座也是交閃 其實他多扛一下 他可以不用死的 剛剛 上半部吃蟲的時間很準時 那主要也是因為 對我有一個剛剛在下半部漏頭的關係 已經吃了兩蟲喔 我不太喜歡 Lava 他這一把也是吃三蟲 他這樣子下路是在掛機耶 你看 他下路完全連線都不敢接 就吃一隻蟲就要去cover下路線啊 這個直接被控死 你的下路線玩不了 自己一個豬女拿三條種根本沒用啊 然後自己下半的野區被完全控制 對然後你看這裡完全被卡住 蹲到你囉 殞弱王者之劍 直接爆砍一盾 那只要阿里這波能推他往下動 這一聽就是屁屁抓 哎呀再換一個位置 再蹲一次 又抓到你了 太狠了 不給活路啊 Steel 我覺得 Lava的這個吃虛空幼蟲的角色真的是一個 他會不會還把這個偷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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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沒有喔 那個左邊的下路線已經 沒中級欸沒中級欸 沒中級欸 喔 OK 下半部 阿里在旁邊抖 現在塔莉亞很怕 因為他也不敢靠 因為他怕走過去 都黑的 都黑的被阿里親到也要死 完了要來了 完了好黑好恐怖 又是射罪穿刺 這個自殺單 等一下波線 JD很緊張 Lava 半血以下 三個人是尾聲繞出拉到 打到一起 再一個幻運回瓜 下半部全線炸裂 阿里 那是阿Double 喔 竹女200D在塔下死了 敏智很努力 我想換顆人頭 但沒有辦法 4比1的DFM 還要再留人飛到臉上 再逼敏智閃現 有親嗎 親 沒中 但沒事這波打完遊戲結束了 吃那個從自己的下路線 除非他那時候判斷他的下路線的線 是能夠接到 但完全被卡死阿 OK幫優不幫裂 就幫這個立凱鱷 抬到 全霧飛炎打上 投給立凱 欸 但沒差 這個無所謂阿 這個球筒 他甚至70支兵都還沒回家阿 真的阿 這把扛得很好阿 Refaki 這裡 OK 導播是直接掠過前面 但沒事 這裡就是殘忍的畫面再看一遍 欸 屠殺局 而且拉得很好喔 HARP 他又是直接 灌籃欸 就 球給 Utap 讓他那個 射罪穿式直接開竄 拉到 拉回來 Q Q Q 輕 控爛 老闆感覺很慌阿 知道自己也是僵死之局 喔 上路 打回來了 現在往前再頂 醉酒狂暴 哇 殺回來 好像多彈一波兵欸 他沒回家 哇 這樣子原本 稍微打回來的上路又送回去了 對 對 絕聽又是很不好的消息 下路又要死人拉 欸 但有沒有覺得撈一顆回來 閃現普攻 欸 看一下 這波 喔 你之後怎麼死呢 他TP回來然後 他覺得豬女在旁邊阿 沒有他根本無視他 欸 斷一下 哇他是 斷一個殺一個欸 欸 豬女救我 哇 閃現上來 大絕 豬女直接閃了 抱歉了兄弟 救他欸 但Leak這也沒玩好啦 他也有閃現阿 呃 對吧 對 我們這個友誼說一 那這邊就是 兩個六等但 傷害 哎呀 喔他那個痛苦獅子好像沒扯下去欸 身上一堆矛 但沒有拔起來 也是差一點 那讓是 閃現普攻 結果這樣比賽追聽 雷的問題 因為現在就是 DFM的雙C太肥了 又抓到人了 又抓到人了 拉到會死人喔 沒進 拉到手腕拉到了 太霸道了 再見了 齊齊 OK 不過 這把DFM下路是777阿 剛剛有一個塔殺是不是 又欸 閃暈 然後接這個阿過來 對於JT而言 最後的困獸之鬥甩甩到 再接陣地之急 唉呀 這都被跑了 傷害太低了 CC打得很苦但沒辦法 輕時鱷魚 追著九筒 但反而 好像不可以一直追耶 可以打個鱷魚大拳嗎 燙他燙他 有機會喔 有機會喔 再追 欸燒他 打紅鹿暈 兩段式滑走 這場 琦琦待在這裡的時間 好像還比大概塔下的時間多 唉呦 親到豬女 好痛喔 抬 沒中 摧雷地表 側面掃射 Steel直接吃滿整套 唉呦 被衝下來 有輕嗎 敏智抖來抖去 Area在等輕 最後是三個人中間落空 閃拉喔 好兇喔 現在DFM 今天是有點放開在抓 往前 暈到了Area再抬 這次下到給到敏智 中塔先點了 這兩個人好像也守不了 輕 輕到 直接交閃 但後面反而是路仙遭殃 趕緊滑走 肚子最後是 落空 反打麻 但這個九筒有點 甩沒有甩到 拉拉拉拉 鱷魚正激自己 抬飛 秒殺了Harp 而且把立凱炸到了對面中間 不過Utafone還是拿下了這顆人頭 哎呦 鱷魚來了 變身時間 這是DFM的鱷魚啊 超恐怖 然後還可以再變 但還好 好像幾隻路仙很瘦 對 變成路仙沒有傷害 好像幾隻路仙沒有很猛啊 不然要出事啦 對 抓到人囉 抓到敏智 打一套 十二等 十等打十二等 再抬 傷害不夠 傷害不夠 甩到 但大絕即時反應出來了 好那上路這座外塔 立凱想要守看看 恩碩在旁邊 兩隻魚合併 欸他被輕鬥了 再被拉出來 立凱趕緊滑走 有一個海浪救一下 掃射掃射 傷害測試 和謝和小龍一起吃 佔據了祭壇 正面的大團 J-Team絕命一搏 阿里是繞備喔 阿里是繞備喔 但應該是有看到位置的 我覺得可以直接開欸 DFM 打得太穩了吧 他想吃小龍 鱷魚先開大 急怒 正面開團 鱷魚收購 這裡還有打到對方的塔利亞 正面直接丟了一個命運呼喚 一個泡泡 是泡到鱷魚 OK 看到鱷魚 轉身想要來打鱷魚 不過正面的戰場 J-Team完全扛不住 右手邊上開始再炸 直接炸到鱷魚 最後的希望 隨著J-Team這裡也是要跟著消失 巴龍看能夠拿多少東西抬到 呃...等中路推 等中路推 要是右邊這個陣容 還是摸塔沒那麼容易 唉唷 找到機會了嗎 開到了 J-Team 還有嗎 還有嗎 不過超硬球頭打不動啊 卡塔卡塔 交閃線 但也就是一顆人頭 唉唷好強喔 敏智 這個牆壁好耶 把對面的那個...陣容分開來 找到了Yutapong的失誤啊 拜託敏智 叫什麼J-Team之王啊 J-Team之王嗎 J-Team之王啊 J-Team之王啊 直接卡住 在這裡又要抓Steel 哇 輕到阿里秒殺 斬下去 欸 變阿里會被秒喔 直接不變 閃拉 這裡再拉到人 老闆跟著死去 哇 那也只有聲音 比較煩人而已 蛤 齁 直接甩一個九筒 all in九筒 全招都下九筒 九筒還有半血 敏智被炸回來了 喔 阿里阿里 恩索直接被抓到 那這樣變成Steel 開始變身 阿里秒殺到的後排 全面殺光 閃現過去 九文妖狐 一進登場 還是想拼拼看 但DFM也蹲好了 完蛋 哎呦 反應很快 年輕人啊 直接交閃 但老闆已經半血 側面往前一台 但戰場分割成兩邊 立凱開出了大決 九筒也還在頂 這裡所有人想要O-In立凱 又是一個23個九筒 欸 阿里有機會嗎 抓到了 已經換掉了Area了 阿里 立凱拿下了這個Shutdown 但接下來自己也要被料理 回身再射一個Red Fog 一旦九筒硬啦 啊 我覺得 阿里這波沒有完 好 前面發生了一波奇蹟 還有第二波嗎 這波演得超像的 假裝在吃 豬女 走第一個 非常非常的危險 沒有蹲到 那要再一波奇蹟啊 抓到 抓到 沒事 小問題 應該 我覺得其實能落到底這麼沒信心嗎 因為其實正面真的不好開啦 想要避免任何意外 但立凱已經開大了 拚進來重擊 奧威勒哥拿下了巴龍 但後面塔莉亞秒掉的輔助 這時候拉寶想要往前硬頂 4打5的狀態 這裡再往前滑 後面海浪流人 欸 能多殺幾個 4幾個 這樣有機會吃遠骨 能流嗎 打飛九筒 但也是到此為止 哇 跑掉的人有點 唉唷 還飛了回去 打了一個火龍的爆炸傷害 而且有巴龍的 好 絕命一偷嗎 拉寶 這個真的要看拉寶的重擊 8000滴 隔開 明治看個牆 追聽有機會開團嗎 那九筒一滑就直接滑過去 先避充Steel的大絕 欸 再點眼 也沒有7000 7000 6000 鱷魚在繞 鱷魚在繞 打著打著往前 督閃督到秒殺的奇蹟 路歇人沒了 那這個遠骨巨龍的希望 J-Team還抱持著最後一隻的希望 還有親到 但是正面的團戰名字還在翻人 往前再一個控制 ROMA倒地 名字被留住 前面的擊殺DFM 要拿下這種比賽了 這個剛剛好像還要起奇往前 滑了一下 直接正面被 渡到 然後吃到Area的一個Q吧 直接就掛了 哇 瑞發起 前面自卡說什麼 X因子 沒有 不存在 我是J戰隊的X因子 直接把他給突破了 好 那 恭喜DFM晉級到明天的這個 BO5 跟DEC去爭取最後一張 第二階段的季後賽門票 對 那這裡DFM也準備要 送走J-Team 結束J-Team他們春季季後賽之旅 挺進到接下來的BO5決戰 走J-Team